大家这里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空不空 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资讯 我们来看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手型来看 掌面厚重饱满 四指严肆合放 有土人的稳重传统 土人做事讲诚信重信语 而且富有探索精神 是典型的实干家 同时我们从手指修长来看 也有水人的影子 水人也是一种典型的女人手 水人温和敏感 富有艺术特质 这是水人的一种特点 我们从手指的形态来看一下 那么手指修长 刚才讲是指为龙 长为虎 龙长虎短 是指长得配 做事主刺分明 能够分得清 轻重缓急 同时指节间也见米康树文 米康树文 米康米康代表衣食无忧 能够凭接土人的这种实干精神 小康生活不愁 我们从手指的具体的形态来看 食指还是见缝隙 左右手都是如此 食指见缝隙的人 早难遇前 财运会来的相对晚一些 同时早年的钱财方面的消耗也比较大 这是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长秋和纹路 长秋来看 我们注意到从这个整个长秋来看 是长测非常的饱满 长测 第二火星球和水星球比较饱满 水星球饱满的人 我们都知道 口才好 沟通能力非常强 在商业方面的嗅觉 还是比较灵敏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小指下方 再往下面走一点 这个是虎口对应的地方 是第二火星球 第二火星球饱满的人 一般正义感十足 助人为乐 容易拔刀相助 正义感非常的强 道德感很强 所以这类人 再加上本身是掌面偏硬 偏筋骨质 纹路深刻 所以说这类人 宁可是自己多辛苦一点 辛苦劳碌一点 也不会去走歪门邪道 是非常正义感 非常强的一种人 这是一个 不过我们看到 金星球还是偏 虽然比较饱满 但是还是色泽 有一些发暗发青 发紫 那么体质还是一般的 左右手都是如此 特别左手来看 金星球还是见一些凹陷 但是范围很广 为人是慷慨大方 体质倒是一般 体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是运势的根基所在 根基打得脑 才能够有上层建筑 才能够起高楼 所以说根基还是有些部分 建议还是多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同时对筋骨质人来讲 有一些偏劳碌 所以说就注意劳易结合 那么从纹路来看 我们注意到 从生命线和脑线 粘贴肠可以看出 是有土人的一种特质 土长人稳重 传统 偏保守谨慎 做事计划性非常的强 先想好再去行动 所以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少 这人一步一个脚印 不会说是贸然行动 但是缺点就是过于保守谨慎 有一些畏首畏尾 放不开手 容易错失一些事业和职场当中的发展的一些机会 这是脑线和生命线年纪长 我们注意到从左手来看 左手先天 右手后天 左手来看的话 我们注意到在青少年时期 有一个大的导纹 这个导纹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是6到10岁左右 见一些疾病的困扰 甚至有生命住院的可能 这是从小体质还是一般 不过我们注意到 生命线初期还是见很多条上升线 上升线看流年 出现在早期的话 就代表是一种希望纹 希望纹是代表天资聪颖 头脑非常的不错 聪明好学 学业上加 但是还是受到一些身体病痛的困扰 学业还是受限 容易影响到学业 再加上本身 属于体质偏弱的人 还是要多增强体质 成年后身体各方面 右手后天 生命线是加深的 后天的身体的状态是不错的 在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建一条横纹穿过 并且依旧是导纹成串 所以说这个是代表 脑线为人纹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纹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这两条线 分离处是自身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这个阶段见导纹和一些横纹插入 所以说出入社会见动荡 或者是说离开父母 进入一些 独自进入大学校园 会遭遇一些坎坷 这是一个 之后 生命线依旧呈现这种横纹 比较多的一种状态 横纹干扰比较多的一种状态 这也是符合水人的特质 水人是个性偏敏感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种性格的人在感情当中表现的有一些坎坷 我们注意到从亲密关线来看 基本上是亲密关线延伸出来之后 有很多条横纹干扰 这个情缘建筑 桃花会来的比较早一些 也本身水人也是属于这种桃花旺的体制 所以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是刚进入社会 就容易有一段桃花的干扰 那么这个干扰 从感情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感情线 导纹成串 呈现锁链状 锁链状 锁链状的导纹 情路有一些像上的枷锁一样 总是有一些偏远干扰 正缘倒是难寻 并且我们注意到 在脑线 在分离后不久 也见这个导纹 脑线 它不但反映出一个人聪明才智 也能够看出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波动 如果是导纹 大导纹的出现 就容易产生这种心理的创伤 这种创伤 就是跟感情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青年时期的情感的波动 同时我们注意到 在结婚线来看 也出现这种分叉 分叉 那么 分叉的结婚线是代表 因缘当中 容易有分离之苦 这段 这个 这段线是对应的 基本上是对应的 感线中期的导纹 这个东西 这个中期出现导纹的话 就容易伤及到婚姻的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调整 不过右手后天之后 这个基本上 这个感情线会慢慢稳定 结婚线也更加的深刻了一些 这是感情方面 我们来看这个事业方面 事业线还是不弱的 左右手都是如此 非常的深长 并且冲破了脑力观 这个脑线观和感情观 所以说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 提升 而且到感情这块 他也能够更加的 这个过了情观之后 事业线冲破天文 这个右手 也是如此 虽然是建一些断序 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这个事业方面 事业心强 而且能够过两关 进城冲天文 我们从右手的 有一条影响线 刺破事业线也可以看得出 在感情当中 还是建一些 烂桃花的干扰 这个是影响线 左手有一条影响线 这个是跟事业线 基本上成功结合 是有一段成功的恋爱 并且进入到婚姻的状态 这是影响线 也可以看出 情感的一些波动 这是事业和感情 我们来看 主要是脑线 右手 后天脑线也出现 这种倒纹和一些折断 脑线的折断 也对应的 基本上是 容易造成心理的波动 身边的一些事情 容易发生一些变故 在感情当中 表现的也是 尤其的比较明显 这是需要多注意调整的 那么有关财运方面 我们注意到 从事业线 左右手都是如此 事业线和脑线 以及生命线 以及财运线 财运线 建断续 组合的这种 元宝型的财库 这是人生当中的财库 所以说 利用得当的话 在财运方面 还是能够有所突破的 这是说 我们见到财运 会来的比较晚一些 食指见缝隙 加上财功 食指根部 迅功 这是正财位 财功凹陷不起 位置比较低 所以就容易出现 这种财运的动荡起伏 所以还是需要补充财库 才能够稳住和催望财运的到来 这是有关财运方面 那么整体首相 还是有好有坏 但问题还是在感情方面 有一些问题 同时在财运方面 有一些漏财 整体首相还是 分析到这里 如果是有空 可以看视频 从上方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